自从本轮的与哈冲突爆发之后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已经基本摧毁了加沙的电力基础设施 加沙民众只能靠太阳能电池板 来获取微薄的电力 这也让他们在战火夹缝当中的谋生 又增加了一层困难 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地带 地区电网以基本化为废墟 居民只能依靠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但日复一日的空袭 也对这些设施造成极大破坏 没有电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 都难以维持 对于依靠电力和互联网 谋生的自由职业者来说更是灾难 大多数自由职业者都得养家糊口 经济遭战争摧毁后 他们赚钱的唯一选择就是远程工作 但由于电力和网络都不稳定 许多人无法完成项目 没法与客户联系 也赚不到足够的钱来维生 高物价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使他们的处境更加绝望 太阳能电池板缓解了缺电 但随着许多太阳能电池板也被摧毁 自由工作者们的工作能力 进一步受到限制 这不仅仅是失去了便利 在经济困境下 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也面临威胁 在一国里的战争 有很多东西 反映的流浪之一 他们肯定在电池 的力量 但在练乱的热纪 和更加不够的资源 生活者们的幸福 加热纪役的另一个 压力来到一个 already catastrophic的状况 Nurl Al-Ansi, Phoenix TV, Dair Elbalah, Gaza